字幕志愿者 《文藝環節》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問答環節 身邊嘉賓有月才晉券研究部的 歌級分析員王偉豪在此 Rafi 你好 你好 先跟大家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行指暫時跌1點 報27,450點 国企指数跌91点,报14,089点 大市成交已经到1,337亿 比起上日来说,都有上升趋势 另外,内地市方面 上证指数跌12点,报4,607点 至于深圳城址,护心300指数和创业板指数都分别有升幅 看见深圳城址升超过1%,创业板指数升超过3% 我们先去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你好,想问夏意186 本身有没有买入? 没有,我想问一下高低位 陆业制药现价报8.38,升超过1% 本身如果没有货在手 又可不可以去护回买入? 不过,看上日来说 有一个较大的阴烛跌了下来 亦都是昨日来说 跌幅最大的港股通股份 如何看回陆业制药呢? 当然,如果以基本上看,可以考虑买入 因为陆业制药做的业务和日四环相似 做一些心血管道的样貌为主 在增长或国内需求来看 其实亦早都高 而且在国策上说 对医药板块的扶持 其实都会越来越多 而且在医药业制药本身 都有做一些上游业务为主的医药概念 现在在上游业务来计 我相信都会很直接受得到国策上的推动 所以看法上我也是可以考虑买的 但是唯一担心 例如昨天,但在逆线里 它跌得相当急 就是意味着当我试图逆转的时候 市场对它的看法 其实会加重了悲观性 加重了固惑 因为始终本身提到一点 它与四环其实是相似的 而四环到此刻还停牌 甚至当中牵涉着很多 就是所谓帐木不清的问题 这一点令大家都对陆业 当然不说陆业会是这个问题 但有些忧虑性存在 而令到相对的波动性比较高一点 这个是需要留意的 所以变相,如果你真是想抄 我觉得你可以在现阶段这位置试一试 大概八个四副人都上车 反而下面来计 我相信只要不穿百蚊边 那个问题不是太大的 因为百蚊边来计 其实就是拉过去看 是去年八月份这个上升裂口的顶位 你见到今早早 刚刚去到百蚊边 就立刻有个胆盘上来的意味住 所以只要一天百蚊边不穿 我觉得不需要那么急止蝕 反而你可以订阅百蚊做指示位 反而上面来计算 看看能不能够慢慢站运之后 以大约九个月左右做这份目标价 好,谢谢Rafi 希望可以帮到你 陈小姐 另外听听梁小姐的电话 梁小姐你好 是 你好 想问什么货品 我有两只股票 第一只是1206 和邦泰德 我七角四豪四买 不知道现在怎么看 另一只呢 另一只370 国华四豪二买 现在就跌了 好 先跟进一只1206 就是同方泰德 主要都是从事设计 制造和分销 综合楼宇自动化和能源管理的一些系统 以及消防系统等等的一些设备 看回就是1206的同方泰德 现价布在7.73 跌压近就是2% 而且就看回4月底 都说到未有武企注资的计划 预料上半年都会完成一些 出售海外业务上的情况 会不会对于股价带来支持 本身在7.44都持货 如果以7.44有货 暂时就赚大约3毛多指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再去拿住它 始终这样说 虽然基本上看 其实暂时见到业绩上讲都加到功课 特别以去年全年业绩来计 都依然按年增长成6成 那面上争取也是显著 而且以4月底回来 其实都做了一个新舊厚新的配股 当时筹了1.71 你见到配股之后 其实就不跌就反升 几意味着就是大家对它这笔钱的用途 其实看法上的憧憬 是有个不错的看法 一来就是它公司说到拿了些钱回来 都可能是一些业务上的拓展 加强病救等等因素 那面上有机会 令到它的规模方面壮大之下 可能前景上看 都有机会再借势炒一炒作 所以暂时市场看法 我觉得不是说差 所以你可以先保持它 而且回走势来说 其实近期走势都是叫做一浪 和高一浪的格局 一个大涨小汇的因素 所以只要这一阵 虽然你说由高位8.5来看 都下了不少 但我相信只要不穿大7.5 20天线的话 问题不大 所以你暂时可以先看着20天线 如果穿了 而你都比较心急想去走一走货 我觉得你可以先减一减磅 但如果7.5不穿的 我觉得先拿着它 回到上面来看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次试 多次8.5厘上水平 才能去到核林地场 好 这一只就是国画 编号370 其实这一只应该要如何看 因为看它的业务上来说 好像很广泛 应该要看哪些业务为主 看看它的增长量如何 看到370的国画一部 在3.3千半 跌超过7% 4号二只拿了货 没有机会可以回上去 其实以国画来说 业务上就有很多烦 但我觉得这些股份 其实很难看基本面 或者很难看它做过前一点 反而我觉得就真的 比较纯粹以一个技术面 或者是那些世界股的 一个炒作性为主 看多一点 但如果以这个情况来说 暂时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如果以国画来说 虽然走势上也不至于太坏 起码都依然沿着上升过去走 但你特别见到这几天 自从见完4号6折之后 都连续三支的阴作 是达得挺急 而且达完之后 更加穿了20天线 而且这些股价上去看 其实也是大的 所以很有意味 就是股价 可能还会稍微下一次 所以变相如果你本身 4号多支有货的话 我觉得你先看一看 起码大概以3号指边位 做一个止蚀 即50天线左右 如果这一阵是穿三号指楼下 我都建议先人止蚀离场 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这些股份 始终是比较小的 和炒作性高的股份 不是建议持在太久 好啊 谢谢Serafi 希望可以帮到你 梁小姐 下一位 家庭还有李太太 李太你好 是 麻烦两位主持 我想问1075有没有过 想问哪位可以入 还有2382 我18元买东西 但陈日都想问18元 有没有机会想回去主持 好啊 先跟进1075先 首都信息报在1.51 今天大升的 升了就是超过1.3 挨近1.4上来的了 都是说一些可能 世价的股份 今天是不是都有些炒作在这呢 但都升了这么多了 怕不怕现在才买入 都有高追的成份 其实这股份是一样的 今天纯粹都是一些 又不是特别主因 起碼暂时见不到 几大程度上 都是取决一些小价股 或者是有个炒作性存在 而令它上了来 所以以这样去看 其实现在先追 似乎我觉得就可能迟了少少 因为以走势来看 特别是昨天有个急跌 今早本身都低开 但你见到十天线 过三道边位 其实明显地有个支持 而过去这一阵时间 其实是沿着十天线上的 所以十天线有多值得参考的价位 今天的确都出现不到之后 就掉头向上了 但虽然这样说 十天线是守得住 但如果现在过半这位置 和之前高位一个五毛八比 只有八格的距离 所以我觉得不是太吸引 如果变相突破不了一个五毛八 其实几有个意味 可能会掉头向下 或者今次如果都破不了 我相信穿过三的机会性 都是比较大些 属于这股份来说 我觉得就不要考虑 或者也不要因为 今天急升 就觉得下日也会再升 因为始终今天是星期五 你说礼拜一回来 什么事大家都不知道 虽然我不是这么建议 在这些价位 还尝试买入这些 即是叫做世界股为主 而且以整个市场来看 由五毛几指 上到现在一个半楼上 短短大概两个月左右 升了1元 然后幅度上看 其实比较夸张 我不是这么建议 这些位置还是考虑 好 另一只就是2382的信与光学 下部17.1升超过1% 经常都要看18元这个位置 始终都是你看卖的位置 有没有机会可以再弹上去 当然机会性我相信有 虽然暂时看不到 就站回18元楼上 但是你说是不是很差呢 我觉得又不算是 起码这一刀 力守着50天线楼上 即是16.5元楼上 所以比较短期来算 我相信只要不穿16.5元 其实你可以短期再拿着它 只要今次股价能够突破20天线 站回上17.8元楼上 我相信其实有条件 试试一下18.5元楼上 我觉得你这只股份 可以给多少耐性拿着 不需要那么急 做任何指示的举动先 好 谢谢Rafi的分析 希望帮到你来看 这一节的问答 环节时间又差不多 和Rafi做新报 说的股份有没有哪只持有 也没有 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